主席 主席 我們請這個市部長 部長 部長 我在這地方 剛剛提到做洛商的這個 對台灣的這個評比 我在這地方想要了解一下 我們現在這個桃園 空運 空運的這個貨運 這個進出口大概 成長多少 這個數字我不記得 不過知道上一季就是前一季 成長很快 還是亞太地區成長最快的一個地方 但是兩位數字多少不記得 桃園航空城 桃園機場的這個 空運的這個貨櫃 吞吐量是亞洲第一 現在我們的吞吐量是比上海還要高 主要是竹科很多半導體很多 對對對 這個你要 要講出來讓大家知道嘛 對對對 這個有數據嘛 我了解 但是排球收益我不記得 這個也要做第一的 對 那這個我們的競技競爭力 全世界競技的排名 我們現在排名在第幾名呢 現在是在那個 IMD的 不顧見排第八 第八名嘛 從二十三跳到第八 對 從二十三名跳到第八嘛 這個也要講清楚嘛 讓大家知道嘛 謝謝 那其中 政府效能排第六 對 企業效能排第三 這都是我們應該好好的珍惜 政府效能已經進到第三名了 第六 政府效能已經進到第六名了 這個對台灣的這個未來齁 對國外外國外資齁 想要來台灣投資都相當有利啦 一定有正面的吸引作用 所以台灣的經濟 台灣要救經濟 台灣要有好的這個 就業環境齁 一定要有外資進來 沒有外資進來的話 台灣是很難說把 讓經濟這個回升啦 我完全同意委員的看法 吸引外資 外資不斷進來 是台灣經濟成長 必要的要素 對 那外資裡面齁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在 這個 我們現在大概 很多人都都 會把這個 政治化齁 把它定位在我們的外資的來 外資的這個投資到台灣來齁 會把它定位在這個兩岸的關係 對岸的關係 到台灣來投資啦齁 那其實這個 這種想法是 有待 有待齁 這個 未來的這個檢討啦 未來的這個檢討 我根本報告一下 我們把 資本分三塊齁 一個是 本國那就不談了 對 外資包括喬外資跟入資 現在事實上 喬外資的比重也很高於入資 對 所以我這一點你也要講清楚嘛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 外資到台灣來投資 到底是入資到台灣來投資高 還是我們的喬外資 喬外資高得非常多 所以這一點你也要講清楚嘛 那未來很難 也難免說 這個大陸他 入資會到台灣來投資 當然 你要說台灣的經濟好 你沒有外資來投資 沒有 這個這個這個 台灣以外的這個資金 進到台灣來投資的話 台灣怎麼會有生產力啊 是的 一定沒有辦法生產力嘛 沒有生產力的話 那就沒有競爭力了嘛 所以這個都是一定 一定是相舞相成的 完全了解 我們喔 要嚴格審查 入資但是不能去排斥 你如果是刻意去排斥的話 那就會造成台灣整個經濟 會蕭條更蕭條 而且你如果過度的這個排斥的話 可能對外資齁 我們這個這個 這個 其他陸資以外的這個 大陸以外的這個 這個外資要進到台灣來 他們也會怕 因為他們也會怕 所以這個對他非常小心齁 那在這個地方我想 就這樣一點齁 就是說我們現在 這個石油齁 我們現在降 石油的原油 我們現在國際的石油原油 我們現在已經降幾趴了 從八十幾塊 一桶八十幾塊 降到現在 現在七十幾塊 哪一國呢 今天新聞是怎樣 我們拿土辦就要講 今天的 今天同事跟我講 今天的油價大概 普通油價是 西德州的 大概七十五以下 那百分比多少呢 這一個百分比的話 抱歉喔 因為我沒有算齁 但是呢 那大概總是幾個百分點 十幾個百分點 超過十個百分點 那我們的原油現在降價多少 這個你要考慮 我跟你講 要讓社會觀感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原油降價已經 國際原油降價已經百分之十以下了 以上了 百分之十以上了 我們的石油 就要做適當的這個調降 才對 你不要說人家原油齁 以前你是漲價 是因為原油漲價 你就跟著這個漲價 齁 那大家還能接受 但是你現在原油已經下降了 現在百分之十以上了 那當然你在整個這個石油的這個價位裡邊齁 就要降低 不要再想 不要再說什麼 降兩毛啦 降幾毛啦 降三毛 那個都沒有用啊 我跟你講你要的 如果說石油一次可以降 這樣齁 這個八毛錢啦 一塊錢兩塊錢 大家都會說 我們政府真的是有要考慮這個名聲 我跟委員報告齁 只要是這樣啦齁 他那個在漲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漲得很快 一週大概漲了八塊十塊美金一桶 那麼高的時候情況之下 變成反應過來 可能一下間就要漲個九毛一塊錢 那我們 因為我們是浮動嘛 我們是浮動 浮動油價嘛 浮動油價我們要跟著浮動嘛 他漲我們漲 那他跌我們就要跌了嘛 那我們要按照這個百分比 當時我們計算的百分比這樣價下來才對 所以我們以後會盡量的 現在我跟你講齁 現在國人為什麼不能接受石油公司這樣子 你知道 經濟部的石油公司裡面 就是說 因為原油已經降了 降百分之十以上了 但是我們的汽油 竟然沒有辦法降百分之十以上 那只要剛才說過期要去齁 沒有去比較多 不要說過期了 沒關係啦 你說現在比較快 是 你要說現在才對 不能再說過期 我們喔 不能像老人齁 坐落落下雨 啊 剛剛就說過期了 真的 我們現在齁 要說我們現在務實性的 全民的光感性的 他們的這種重視 他們自己的名聲 重視他們自己的這個荷包 因為我們在那裡齁 如果加油的中間齁 要拿錢出來 喝錢出來加油的中間 也比較不會跟我們罵 了解 就了解 所以像你降機的中間齁 應該按照這個 我們這個 活動油價的方式齁 來處理 所以我可以跟 才不會讓人家講話啦 可以跟我們報告 過去齁 過去我們這個 油價動漲的時候 那段時間已經過去了 那個我們 過去動漲 因為虧損的 我們 其實我們 當時就要做一個結算 就是 動漲所虧損的 就要特別預算 去補漲它 去補給它 所以這個 這個原則 我很同意 委員會看到 該漲就漲 該跌就跌 我們會朝這邊來做 不要用這種 這種過去的 因為動漲我們虧損的 然後現在用 我們調整油價來做 做這個 補 補我們過去所虧損的 這種做法是錯誤的 我們會跟委員的要求一樣 該漲就漲 該點就跌 現在 現在全世界競爭力已經提升了 我們的進出口已經成長了 各方面都已經 評比都已經成長了 但是 我們的名聲 名義 我現在講一個 我的名義 對政府的這種 信任度 這種感覺 還不是那麼明顯 這個完全了解 那是因為什麼 因為是我們的油價 一直沒有辦法 比照這個 弧動油價的方式來處理 所以才會造成這樣子 所以這個油價應該要 要再降 要再降 油價應該再降 按照原油的這個價位 那麼降價 我們國際原油這個 降要再降下來 才能夠讓人家 也產生一個好的 正面的一個光感 好不好 我們會 該張的賬 該點就跌 謝謝